我现在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说刚刚这样子的收集资料 刚刚那样子的一个收集资料 是整张工作表这样复制贴过来 我觉得那个范围还不是很困难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我只需要收集 例如说新北市台北市就是六都了 六都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桃园市的 例如说低收入户的户数 这边有民国一百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然后我只需要收集这样子 然后到民国一百零一年也是需要收集这些资料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你会如果说真的 还是用以前的操作方式 你是不是到民国一百年 你要先用肉眼来去找 例如说我刚刚说偷偷这边 是不是新北市 然后接下来找到新北市之后 本来游标在这边 你是不是找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复制这一格 还有这一格 还有这一格要复制 这一个要复制 好 依此类的 都是要用肉眼去找 找到之后 找到 然后选到它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total这边 在做贴上 一定是这样子来去找的 请问一下 这边有一百年到一百零五年 光是这样子找资料复制贴上 找资料复制贴上 你觉得大概你要花多少时间 做完六都 低收入户数的统计整理 资料 一个小时 有可能吧 那万一给你二十年的资料 而且请问一下 那二十年 你是不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来去做 还有你可以保证 你做出来资料是对的吗 讲一个小故事 以前我念会计 所以有一天负总 财务负总 他就拿了一叠支票给我 他要我去算总金额是多少 他开出我们公司这个月 开出去的支票一叠 那我是不是要把那个总金额算出来 结果我算了五遍 我很认真花了一个小时 花了一个小时 算了五遍 算出五个答案 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效果是怎么样 根本就是零嘛 对不对 就算五遍里面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那又代表什么 那有百分之八十的做错的可能性 结果 结果我的客长算一遍 他说你那五个答案都是错的 你知道那个打击 那个打击是多大的吗 所以我后来我就告诉自己 不要再去做那种重复性工作了 可以了解我这个故事吗 好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就这样 因为会计受到严重的打击 还是你们觉得随便 无所谓 真的请你们注意一下 不要再用 刚刚教你的方式 就是说那个什么 用肉眼找 找到民国一百年 新北市 找到这个复制 然后贴过去 我现在要直接动手做一下 如何快速的做好这件事情 应该是收集资料 执行 对不起 我摆出位置了 应该是要游标放在这个位置吧 然后开发人员聚集 然后收集资料 一执行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执行完毕了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有了这样子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应该不要再用什么肉眼搜寻 来去做整理资料 什么整理资料 复制贴上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来讨论 如果我今天我把一百年里面 例如说新北市 新北市里面的这个 这叫做第一季的互数 合计 还有第一季的什么 人数合计好了 然后第二季的互数合计 第二季的人数合计 第三季的互数合计 第四季的互数 这些资料我们全部都收集起来 只是为了后面我要去做自动分离